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广西爱情故事 大家也知道爱情这个东西有魔力 让人无法自拔,身陷其中 这个有句话说得好 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 最近大家也知道小勇在南宁遇见了美女小妻 小勇在南宁这块地盘上面是吃香喝辣呼风唤雨 有这个小妻美女做伴 小勇开始乐不思蜀 也没有想着要去回家回桂林去了 但是有人笑就有人哭 最近这个小凤 大家也知道小凤认识小勇 是这个一年零四个月了 这个2021年8月份的时候 两人愣识了 但是现在小勇却不耻而别 没有向小凤告别 也没有和小凤说到哪里去了 小凤一直在不断地尝试联系小勇 但是小勇却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这让小凤是非常的这个发狂 最近这个小凤呢 大家也知道 他呢 在痛苦中不断地反省 到底呢 是不是自己的错 其实呢 牛哥觉得啊 小凤呢 确实呢 有错在身 大家也知道 小勇小凤啊 他们谈的恋爱 小勇啊 是很卑微的 小凤啊 说什么呢 小勇呢 多得听小凤的 小凤呢 让小勇往东啊 小勇呢 不敢往西 但是呢 谈了一个一年零四个月的恋爱 最后呢 小勇为什么连告别多难的向小凤告别呢 最主要呢 小凤啊 他呢 伤害了小勇很多次啊 小勇呢 在两个人交往过程中啊 不止一次的向小凤提出 说呢 这个认识这么久了 赶紧啊 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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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证啊 登记结婚 生孩子算了 但是呢 小凤呢 却总是呢 以各种各样的借口啊 甚至呢 以自己呢 要创业啊 要发财 拒绝了小勇 最后呢 那种小勇呢 是冷无可冷啊 无需再冷 最后呢 就开始呢 和其他的女粉丝谈恋爱 现在呢 这个小勇呢 不在小凤的身边 小凤呢 自己的手头上的工作呢 也越来越少 家里呢 还有200只鸭子呢 卖完了呢 就没有鸭了 养猪呢 这个他姐姐呢 也会养 草莓园里的草莓呢 估计呢 也是摘的 七七八八了 甘蔗田里的这个甘蔗呢 小凤呢 也不想呢 再去帮他姐姐免费砍了 所以呢 小凤呢 又可以呢 腾出时间来了 小凤啊 前两天呢 这个信誓旦旦 和网友们 粉丝们说 一定要去小勇 跪邻老家 去把小勇呢 领回来 找回来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 昨天啊 这个小凤呢 拎着他的 这个就是明星牌 行李箱啊 这个行李箱 大家呢 也知道 陪伴了小凤啊 度过了两年的 这个非常快乐的光阴 但是呢 小凤昨天拎着行李箱 去想去桂林的时候 还没有到青州市中心 刚刚啊 要走到这个村口啊 就被凤姐呢 在半路上截胡了 大家也知道 凤姐啊 是这个村子里面 有名的母老虎 小凤啊 非常害怕他的姐姐 他姐姐呢 一眼呢 就识破了小凤的伎俩 小凤说呢 自己呢 想去外面呢 散散心 旅游旅游 他姐姐呢 二话不说 直接呢 把这个行李箱 给拎跑了 小小凤的姐姐说 凤姐说 这个小凤啊 你是不是又要去 找小勇啊 去浪浪浪了 然后呢 小凤呢 无言以对啊 最后呢 行李箱呢 被他的姐姐呢 拦截下来了 小凤呢 想去桂林啊 去找小勇的 这个计划呢 又泡汤了 今天呢 在这个小凤 自己租的这个房子里面 小凤呢 开始呢 以泪洗脸啊 以泪洗脸啊 以后啊 这个洗脸水啊 都可以省掉了 小凤说呢 自己呢 失去了小勇啊 才知道 眼前人的珍贵啊 其实呢 这个在恋爱过程中啊 很多人呢 总是呢 把自己呢 就是啊 这个 看的呢 是高高在上 小凤呢 也是如此啊 曾经卑微的小勇呢 这个为他呢 是做牛做马啊 小凤啊 想吃好吃的 小勇呢 劈颠劈颠啊 到镇上面 给他买来的鸡鸭鱼肉啊 甚至呢 下重金买羊肉吃啊 这个 但是呢 小凤呢 依旧呢 不满足 大家也知道 人心不足啊 蛇通向 欲望啊 是无止尽的 小凤呢 这个看见呢 小勇呢 对自己呢 很殷勤 以为呢 小勇呢 会在自己这棵树上呢 一直呢 掉 一直呢 掉到小勇呢 这个就是死为止 结果呢 小勇说呢 我不能因为一棵树 放弃了整片茂密的森林 所以呢 这个小勇呢 要去茂密的森林 去找属于他的另一半 然后呢 小勇呢 就离开青州去南宁了啊 小凤啊 现在呢 才开始后悔啊 才知道眼前人 小勇啊 才是自己 最合适的男人啊 但是呢 失去了 就很难追回来了 现在呢 这个小七和小勇在谈恋爱 虽然呢 小七呢 对小勇 还没有发展到 领结婚证的这个地步 但是呢 小峰呢 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啊 大家也知道 这个小勇啊 在这个去南宁找小七之前 曾经呢 再次呢 回来跟小凤啊 确认啊 小凤到底啊 能不能这个 跟他呢 一起呢 回贵林 就是 过年回家啊 小凤呢 当时呢 是斩钉截铁啊 说百分之百 都不会跟他呢 回贵林去的 然后呢 小勇呢 才这个就是 呃 这个火冒三战 最后呢 不辞而别 总体来说呢 这个 没有小勇 大家也知道 小凤呢 他呢 一方面啊 心情呢 非常的沮丧 另一方面 小凤的自媒体收益啊 也开始受到极大的影响 大家也知道 小勇呢 他看上去呢 能傻傻的 但是呢 其实呢 是天底下 最精明的广西男人 他靠着他这个 就是独特的 自媒体的 那种个人风格啊 征服了广大的网友和粉丝们 在广西网红里面 脱颖而出 独占而投 也是一个粉丝 超百万的大网红 小凤呢 本来呢 在小勇身边啊 大树底下 好成年啊 随便呢 蹭点留恋啊 那就是白花花的金子 白花花的钱 但是呢 现在呢 随着小勇的离开 很多粉丝啊 开始呢 脱离小凤 不去看小凤的视频了 所以呢 一方面 没有小勇啊 没有了过去的 这个欢声笑语 另一方面 自媒体呢 也开始呢 走下坡路 这两个现实啊 多打的呢 小凤呢 是这个非常的后悔啊 所以呢 小凤呢 才会在自媒体里面 不断的这个哭喊啊 要死去活来 也要把这个嫁给小勇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 小凤呢 他是说归说 啊 他这个嫁人的要求呢 真的是高 曾经呢 让小勇呢 拿出30万的彩礼 还要呢 这个买一套 这个商品房 还要呢 买一辆20万的小轿车 人家小勇呢 虽然呢 是大网红 但是呢 他也不直播卖货 他也不经常的直播 所以呢 收益呢 全部的来自于 自媒体的视频 自媒体视频啊 收益啊 越来越低 啊 所以呢 小勇呢 越收入啊 其实呢 顶多呢 是一万出头啊 并没有过高的收入啊 所以说呢 小凤呢 想和小勇在一起啊 小勇呢 其实呢 是满足不了小凤的 也不知道小凤啊 是真想通了 还是假想通 啊 其实呢 这个小凤啊 如果要嫁给小勇 小勇呢 确实呢 是心有力啊 力心有余啊 力不足 他不可能呢 给小凤啊 三十万的彩礼 更不可能呢 给小凤啊 买一套商品房 啊 这个买一辆二十万的小轿车 作为两个人结婚用的专车 还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但是呢 要小勇拿出其他的钱来 他也不是家里有金矿银矿 他呢 拿不出那么多钱的 不知道这个小凤啊 现在呢 是哭爹喊娘要嫁给小勇 到时候真的小勇回来了 他会不会接受小勇 又是一个未知数 好了 今天的视频那就拍到这了 大家对于小凤啊 说自己呢 没有小勇啊 已经呢 这个要发狂 发叮了 大家觉得他真的疯了吗 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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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